GO! 我現在來到香港 我現在要前往市區 然後前往市區的話呢 就要搭我現在身後的這個機場快線 然後機場快線的話我已經在Klook先買票了 然後就會有一個QR Code就可以直接進去了 就不用在現場買票 因為在Klook買票好像會比在現場買還要便宜 所以我覺得可以先在裡面買 然後就直接掃QR Code就可以進去了 我要達到最後一站 香港站 這個機場快線是班次比較多 然後速度也比較快 所以我覺得 推薦大家這個 現在到了香港站 大概搭個20分鐘就到了 我覺得這個機場快線很像機節 然後速度像高鐵 客務中心 各位觀眾我跟你們說 我本來想說要用那個Apple Pay買巴達通 結果呢我怎麼輸入卡號啊 因為就是Apple Pay不是把信用卡嗎 但它不能直接連接我的信用卡 所以我一直沒有辦法買那張卡 於是我們又下到樓下想說 那就直接買實體票好了 因為我們要去兼殺罪 因為我買那個實體票的時候呢 車票大概只有12塊 我身上沒有零錢 我就只有最低的幣額是100塊 然後100塊的紙鈔是它不收 沒有超過80塊的 它是不接受100元的紙鈔 所以呢我們又跑到了二樓 然後到了這個客戶中心 詢問了一下 最後呢得到的答案是可以在這邊買實體卡 我就直接買了一張巴達通的實體卡 然後你一次就是要買200元港幣 然後有50塊是押金 那裡面就是有150塊港幣可以用 然後用完再儲值這樣子 然後這張卡應該是可以直接 植入Apple Pay裡面了吧 我等一下再研究看看 這個車站好大 我現在在中環這邊 然後前往的那個字 我不知道是不是念拳 拳彎線 建一朵這個 這個會卡住 現在要前往飯店 然後我終於來到大街上了 一進來就是 這是雙人床喔 滿小的 是乾濕分離 還有衣櫥 連身劑 好沒了 好了我現在從飯店休息完出來了 有夠累 現在要去 現在肚子餓要來吃 滑掃冰室 好像離我們飯店很近 走路10分鐘就到了吧 滑掃冰室 哇 聲音很好欸 點了鴛鴦 菠蘿油 還有一碗麵 然後短反蛋好像是熟的蛋欸 我以為它是不熟的蛋 我覺得是有醬的味道欸 醬味很重 菠蘿酒 趁香還溫溫的趕快吃 欸這個 很好吃欸 外酥地軟 但沒有到很酥啦 但很香奶味很重 道地的鴛鴦喔 咖啡味很重 欸好快 很好吃 而且我們已經加多奶了 咖啡味還是挺重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現在終於走到了 維多利亞港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景點 然後現在這邊就是星光大道 我在等天黑 然後呢 我又要來講巴達通了 我們就一直在想辦法說 能不能在手機裡面有 可以綁那個巴達通 然後後來呢 我們得到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你要下載巴達通的APP 你一定要下載這個英文版的 是給遊客用的 裡面就可以綁你的信用卡 或是金融卡 就可以直接儲值 顯示那個畫面就可以逼 那個巴達通就可以付款的 不然就是現金要帶勾 好 然後現在在星光大道這邊 那我今天來講一下 我今天的OTC好了 因為我每次像拍 像我每次拍Vlog 都會有人問我 穿搭是什麼牌子 那我其實影片都沒有特別講 所以想說 這次就先特別講一下 今天的裙子是Cream Shop 這間是台南的古卓店 古庫沙哈 我剛剛喜歡的古卓店 帽子是LINK的 我最近很常穿這個帽子 這一個包包 是不是很可愛 這是上海的品牌叫做Fake Group 這個是牛皮的 我之後要再做詳細的介紹 然後今天這是我的OTD 看完晚上的維多利亞港了 看完晚上的維多利亞港了 這裡確實是比較適合晚上來看 黑夜的時候 然後對面的那個大樓的燈都會亮起來 就滿漂亮的 遇到了雪糕車 好濃喔 很濃喔 很濃的 麥當勞蛋捲冰淇淋 邊走邊吃冰淇淋 就走到了重慶大廈 重慶大廈聽說是一個非常危險 然後在別人都不敢去的地方 你想進去嗎 那裡 那裡 然後 裡面這樣看過去好像充滿了就是 印度人之類的 我們就略過吧 我們就略過吧 我現在要來逛這一間 因為我看小紅書大家都說這個很好逛 這帽子感覺好可愛喔 碰到一間很好碰的古卓店 很讚 他們有自製很多衣服 很好看 我不斷地被香港的物價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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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安 今天是第二天 然後呢 今天是香港這邊有宣布 8號颱風 本來今天預計要去迪士尼 因為宣布了8號颱風 所以迪士尼今天關閉 我們現在大概10點多 我們要出來覓食 那也聽說會很多店家不會開門 但我們兩個今天才第二天 還很多東西還沒有吃 因為現在目前是沒有風沒有雨 去看看我們想吃的店有沒有開 先來講一下我今天第二天的OTD 今天的穿搭 全身 這一件是 一樣是Cream Shop 因為我很喜歡穿Cream Shop的衣服 穿起來就會比較日系 然後又很評價 非常虧見給大家 然後裡面就是搭牛仔褲 跟小紅鞋 然後呢 裡面這一件是 UNIQLO的特價 109買的 然後呢 就想說呼應一下 就是牛仔褲跟我的單筆的帽子 這樣子 然後今天一樣最大的特色是 我的包包 一樣跟我昨天背那個包包 是同一個牌子的 就是Fake Room的 今天這個包包很特別是 它非常大一個 而且它是防水材質 有點想說今天可能 晚一點會下雨 太風 就背了一個 怕水的包包 而且最大的重點是 你看它這個花瓶 它是真的可以插花的 你買了這個包包 它就會附你一朵花 然後你也可以 自己去花室 然後買花 自己插在你的花瓶上面 而且大家也知道 我非常非常喜歡花 我覺得這包好幾適合我 然後我今天就插了一朵 浴巾箱 然後呢 我們去吃美食吧 喔對 我忘記說了 它裡面 有一個夾層 就是這個 而且它這個 夾層的方向是 我這樣子背 然後呢 我這樣子打開 它就在我的對面 就可以直接 拉開 很多都是在這一邊的 就會比較不方便 它直接就坐在你的對面 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 可以直接拉開 而且也非常特別是 它是那種 很像資料夾的那種夾鏈袋 然後就非常好拉 然後裡面我就放了護照 這個包包非常好 又非常大 然後也可以裝米墊啊 你看我今天就怕 可能會下雨 就是還有帶雨傘 就很夠我裝 然後還有相機啊 手機錢包這樣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 整個都是黑色的 這走出去就是 很新鮮啊 都沒有開 真的都沒有開 然後街上的車子真的也少很多 我們現在打算去吃那個 澳洲牛奶公司 然後不確定有沒有開 現在開始在噴雨了 你覺得會開嗎 會 不覺得會 很樂觀 我不是很喜歡他們這個 紅綠燈的聲音 好急躁喔 我們剛剛走了一大段 真的很多店家都沒有開店 像一個空城 其實還是有一些店家有開門 一些吃的店 所以應該還不會餓死 沒有開 龍城賓市也沒開 剛剛也有阿福利耶 什麼時候來台北開一間啊 我們走到這間 它有烤乳豬耶 這間的東西好像還蠻多的 我們進來一間 有賣燒鵝的店 還有什麼海南雞飯啊 各種 然後還有那個 西多士 因為沒有什麼店有營業 然後我們就 有看到這間店 就進來吃了 剛剛喝一口的水下掉 好熱的 好熱的 還在冒煙的熱水 還好沒有喝太大口 這個叫做 冬檸檬奇麵 這樣吃 在冒煙的 一口的 香菜 鵡坡 鵑鵝雙拼 拼燒肉 鹹零漆 燒鵝 這個燒肉的皮很酥脆 但是很鹹 很下巴 它很像是上面有煮沸點巴的感覺 我現在在黃大仙站下車 我們想去看一下黃大仙廟有沒有開 我們到黃大仙廟了 果然今天是沒有開的 我們接著要來搭地鐵去彩虹站 彩虹 要去一個拍照景點 彩虹 可能因為這是在學校裡面 這個拍照景點就今天沒有開放 我們繞了一大圈 就是沒有辦法走進去籃球場裡面 所以我們要去下一站 我現在在 我們要前往一個 大家來香港都會去的一個地方 就是電影 電影那部叫什麼來著啊 那部電影叫什麼 電影金剛才有去拍的一個地方 現在來到了怪獸大廈 然後 現在雨變大了 那這裡沒有我想像中 可能因為大家拍照都是開廣角 所以我也會很寬敞很大 那其實實際上是沒有的 然後非常的高 樓層都很高很高 然後很像積木堆疊的感覺 現在在彎仔站下船 我們現在在彎仔站下船 我們要去買蛋塔 就是超多人 會來香港吃的蛋塔 因為我們剛在電車上遇到 有一個男生 他就拿著那一件的蛋塔的體帶 然後我們就去問他 那個蛋塔在哪裡買的 因為監察者那邊沒有開 他就說他在彎仔這邊買到的 到了 已打陽 喔喔 人家賣碗打陽的 對 不是賣碗 應該是要說 喔 應該是說 颱風 颱風 對 要進來了 他們也要準備修店了 今天一台丁丁車都沒有 外面的風雨變大了 所以我們就趕緊回來 然後所有的店家都要準備關門了 就是有開門的全部都要關門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是台灣來著 不好意思 那個現在是怎麼了 現在是怎麼了 那那個那個有颱風進來 啊 現在颱風是頭是怎麼 現在都沒有 現在好像是掛9號的樣子 等等等等 喔 我突然密襲啦 等一下 哈哈哈哈 各位早安 今天是第三天 非常幸運 我來香港 第一次來香港遇到強擊颱風 I'm so lucky 耶 從什麼 掛8號風球 到掛9號 又掛10號 那8號的時候呢 就 很多店家就不會開 我們住在尖沙嘴 然後我們住的飯店 剛好旁邊有麥當勞 整條街就只剩麥當勞有賣 然後昨天晚上我們就去隔壁 走路就會到得麥當勞買晚餐 然後超級多人 那就幸好還有麥當勞可以吃 晚上的時候就掛10號了 10號就真的是風雨超級無敵大 非常的可怕 我們住在這邊 可能因為剛好旁邊都是大樓被包圍 所以沒有到 就是會晃 因為我們看小紅書說 很多人說他們住的飯店 那個房子都會晃來晃去 然後就是住在海邊 然後都會晃來晃去 那還好我們住這邊還算安全 所以這間飯店我很推薦 然後地點又很好 然後旁邊又有麥當勞 又有7000什麼的 然後今天是第三天 颱風好像已經走了 但外面還在下雨 大概是中午後天氣會好一點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出門 那今天這是我的第三天穿搭 我今天穿這樣子 來椅子可以退下了 對一樣是戴草帽 我這次就只戴兩頂帽子 那夏天的話我還是喜歡戴草帽 然後我裡面穿的是 UNIQLO的背心 然後外面罩著 MariQ的薄針織長板背心 它就是一個外搭這樣子 長長的很薄 它很好穿 之前MariQ那支影片有介紹過 然後有帶一條項鍊 比較有個性的項鍊 那我就搭了一個白色的長褲 我覺得這樣子整身比較休閒 好然後呢今天包包一樣是Beth Backroom的 那今天這一款是針織的 它不是皮革的 這一款是針織的水桶包 然後它是扁的那一種水桶包 然後也可以手提 也可以鞋背 那我個人是偏愛鮮肥 我覺得會比較方便 就是兩隻手空空的這樣 是不是跟我這一身很配 那我覺得這一款其實就是 有在打扮的男生應該也蠻適合的 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個比較偏中心一點的 也推薦給男生 這個包比較小 比我第一天被那個花花的包 還要再小一點 容量小一點 那如果你喜歡小包 我覺得這一款蠻好看的 鞋子我今天吃鞋子的 但是因為今天外面在下雨 所以我覺得我先不要背這個包出門 我怕它會濕掉 那下雨天的話 我推薦第二天那個花瓶的大包包 那個就我直接實測了 昨天台風天我有實測到 它真的防水 我覺得很讚 好如果各位喜歡Fakeroom的這個包包呢 在11月高雄巨蛋有快閃店 大家可以去實際摸摸看 然後背背看 再決定要不要買 那我個人是覺得它質感很好 我覺得作者應該是學藝術的 它就是把比較平面的東西 像是花花啊這種花瓶 平面畫畫的感覺 然後直接放在生活裡面 它就把它放在包包上面 而且你還可以直接插花 我就覺得非常有趣 像這一款包包 這個花我也是很常畫 就是畫畫的時候 會畫這樣子形狀的花 而沒想到它會把這個花呢 直接就是整片貼在包包上面 就不是只是印花而已 平面印花 它是一個會有點跑出來 感覺立體的這樣子 是一般市面上比較少看到的設計 我覺得很棒 然後背出去也非常的顯眼 這一款我拿到的時候呢 我同事立刻被燒到 然後它就也立刻買 皮革部分是牛皮的 我覺得很不錯 它都有質感很好 最精緻的是它的五巾這邊啊 有一個小花的五巾 很適合我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花 這個包我也非常推薦 這個包雖然很大 我平常沒有在背這麼大的包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要裝筆電的話 非常適合 而且它又防水 你買這個包呢 還不如一朵小花 非常好笑又有趣 但又很可愛 然後像我自己喜歡藝術 也喜歡很多色彩的東西 像它們的包就非常得我的心 因為它們也都會用非常亮的顏色 高飽和的 然後也比較硬挺的 像水桶包這些都是非常硬挺的材質 我覺得非常適合喜歡藝術 然後設計 然後色彩 然後穿搭的人 好那除了飛潤的包包之外呢 像它們的網路上的店 像Pinko 也要摸摸蝦皮呢 你可能還會看到另外一個品牌 叫做Tenera 我要糾正一下 正確的發音是Tenera 我把它當成日文在念了 Tenera的特點是它們就是 有環保理念 一個袋子是六個寶特瓶去製作的 它們就會把寶特瓶 再另外加工成紡織的原料 它就把它做成日常生活用的購物袋 就整個就是非常的環保 非常的薄 然後非常的軟 所以它是可以折一折變很小 然後收在薄薄的裡面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很多購物袋 但我的購物袋我都覺得 沒有很好看 然後你帶一個漂亮的環保袋 你拿起來也會比較開心 這個品牌的內心深處 應該就是非常的柔和 溫柔 然後軟軟的這樣 就跟它們的包包一樣這樣子 軟軟的 我覺得在日常 不管你去哪裡 潮溼啊或是你逛街 我都覺得背起來也都會非常好看 時尚時髦 好的 以上就是這次包包的介紹 然後跟我的穿搭 也差不多中午肚子餓了 好 那我們要出去覓食了 本來要戴草帽 但我真的怕會發霉 對 然後就跟朋友借這筆帽子 也剛好搭我的穿搭這樣 然後現在還在下大雨 然後明天回去呢 再迎接台灣的颱風 啊 我這次走到哪 颱風跟到哪欸 我們要去灣仔 昨天有來 但就打烊了 因為颱風有關係 今天不死心又來了 就是要吃這個 就是要吃這個 長得就很好吃啊 看了十個youtube 大家都來吃這間 然後人人稱讚 然後小紅薯也大退 所以我終於也要來吃了 玉欣好吃嗎 超好吃 我來吃 我覺得很可以 而且 我要再吃吃看了 它這個皮 是酥的 很酥脆 欸 目前是冷的 但我覺得冷的也好吃 而且它的蛋啊 奶香非常足夠 我覺得很爛 然後軟軟的 很香很好吃 欸 我覺得可以買一盒 欸 我覺得大家來香港可以吃 有推嗎 推薦 十顆星 幾顆星 十顆星 三個朋友到台灣 可以去吃可樂際的蛋撻 非常好吃 然後這個也非常好吃 再一顆12塊 可以 很好吃 推薦 今天依舊沒有叮叮車 這邊的計程車叫 德士 我覺得唸起來很可愛 德士 Pessy 德士 哇 不知不覺走到一個 景點 算景點嗎 本來要喝藍瓶的 結果沒有開 我們剛才本來要排 乾排燒鵝 然後想說燒鵝我們吃過了 我們還有一些 就是香港必吃的一些 像點心啊 燒賣的還沒有吃到 所以我們就決定 走來另外一間 點心茶樓 來吃吃看 總不能一直吃燒鵝吧 叫龍皇點心 我終於要體驗這個了 用茶來洗杯子 用茶來洗杯子 我要來洗杯子 我會不會很燙 你不要碰我 是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 很燙嗎 我是沒有碰到 我不知道 但你看他在冒煙耶 就會是這樣子洗的嗎 各位香港的觀眾 我會不會被笑 我會被笑 被笑就被笑 好燙哦 好好吃哦 是不是有加高湯的感覺 那種高湯的味道 甜甜的氣味 很有趣哦 欸我這個味道可以好好吃 好棒耶 嗯 心甜 而且環式的這一間好像是 在地人來吃的 不是那種觀光客店 鴨胸腸粉 因為我看Google評論蠻多人點這個的 欸 好吃耶 它這個腸粉那個皮QQ的 欸而且那個鴨胸 很鴨胸 好評論 就這個鴨肉的那個味道 不會黏牙 也不會黏在我的上顎 好接著吃 鳳爐 每次跟我媽媽去吃 那種港式飲茶 我們都一定會臉鳳無叉 跟台灣吃到的味道 那個調味是不一樣的 這個味道很熟悉 但我想不起來是什麼味道 感覺料理非常適合台灣人口 也不會說太動脫味 然後調味都非常好吃 讚 牛沙包 你好級喜歡吃牛沙包 什麼牛沙包啊 芝麻包啊 奶黃包啊 叉燒包啊 這種各種 然後我都很喜歡吃 又出來了 真的是牛沙包 好好吃喔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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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的這些 然後價格大概是這樣 吃飽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路前往中環 然後現在 呃 外面依舊在下雨 我覺得剛剛吃的那間店是 滿好吃的耶 我覺得很符合我的口味 每一道都很好吃 然後我們後來 就我們還有點一個排骨 那個排骨 蒜味比較重 而且它裡面還藏著 芋頭 我個人是沒有很喜歡吃芋頭 但我剛剛有吃了一塊 對那我覺得整體吃下來 我覺得都很好吃 我覺得牛沙包跟我在台灣吃到的 有點不太一樣 那個沙沙的口感是有的耶 我在台灣吃很少 覺得沒有吃到沙沙的口感耶 剛剛那個洗杯子的橋段呢 就是 我 我根本是來搞笑的 呵呵 因為 後來發到一個現實的動態問大家 然後才 得到一些答案 我 完全就是 錯誤的示範 呵呵 那颱風真的是太驚人了 看到一棵倒掉的樹 全倒 好可怕 後來路上看到非常多棵大樹倒下來 非常的 驚人 你看我旁邊這樣子 就有樹 然後旁邊就有 還有那個豐碩的線 圍起來 因為整個樹都倒下來喔 公環這邊整個氛圍完全不一樣耶 這邊有好多精品 精品店 然後就亮晶晶的 感覺比較 新潮 欧夏蕾的地方 走到了石板街一號 這裡有一些小店 這個石板街很陡耶 很像在爬山耶 很像在爬山耶 非常的走 然後這邊那個紅燈的好像很漂亮 現在去看看 這裡的建筑比較漂亮耶 比較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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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要喝那個蘭方圓的四旺奶茶 但非常不幸 因為颱風天氣不好 它不開 我以為蘭桂坊是一整條的酒吧街 那我剛剛實際去看了一下是 就是大概一小區幾間 然後開放式的酒吧 滿漂亮 滿有feu的那種酒吧 斜斜的那個很長的手服梯耶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 裝環這邊非常有名的一個 手服梯 非常長的手服梯 要走囉 上升鐘 速度 適中 適中 不會太快也不會太慢 然後下來的時候 就走樓梯下來 我對這個有興趣耶 水晶的線香座 我覺得很特別 我要買線香 我覺得這個很酷 好酷喔 逛了一家 遇心說是環境環保的店 我覺得那間很好逛 有很多香香的東西 有屁屁 粉黃色的 我們現在在等 雞蛋宅 剛好路過剛好看到 我們的雞蛋宅來了 耶 我們還有點一點線香 想說第一次在香港吃 應該先吃個原味的 這很特別耶 嗯 好吃嗎 欸不是要這樣子割起來 一顆一顆吃的嗎 吃這樣嗎 請秀氣的吃好嗎 我本來是吃東西是秀氣的樣子 你以為在吃雞排啊 就是寫你去 我發現它沒有在叫號 它是那個號碼顯示在螢幕上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在旁邊聊天聊太久 忘記了 然後就有點冷掉了 這不是有點 這已經是冷掉了 我們現在跑進來吃 菠仔粉 我們現在進來這間是 我們去蘭桂坊的時候 看到的一間店 感覺好像是 很厲害的店 因為牆上添了很多 明星藝人的照片 然後我們來點一些 我們還沒有吃過的東西 幫我幫你點點點 嗯 我們現在沒有涼茶 我們現在沒有涼茶 就直接管 管上 我沒有喝過完老一集耶 而且 名字長得好特別 我老不喜歡 有一種 我這個感覺 好痛耶 沒有味道 好像很喝過這個味道耶 比較不甜 然後比較 蛋的情形 喔喔喔喔 我老幾可以 你還在那裡嗎 我老幾可以 對啊 我覺得你很可愛 吃過 我要吃魚蛋 鱼蛋 鱼蛋蛋 香辣鱼蛋 喔好Q喔 很像在吃關公主的那個鱼蛋欸 啊應該就是那個鱼蛋 有點辣辣 我真的蠻辣的 欸 好吃欸 接著要吃狗仔粉 長得很像烏龍麵 很濃欸 這湯很濃欸 為什麼要用湯匙吃麵啊 很濃 容易咬斷的烏龍麵 它是軟軟綿綿的烏龍麵 哇 裡面它 太棒 大大會裡面有什麼東西啊 有大腸 五香豬肚 青湯豬皮還有蘿蔔 這個應該就是 大腸吧 很難倒 又是大腸味 喔 豬肚豬肚 好看喔 豬肚好吃 大雜肺我覺得可以 鱼蛋我也覺得可以 菠菜粉 是也好吃但我覺得我還好 因為我覺得比較有 蘭桂坊果然是要晚上來 人都出沒了 店也都開了 然後超多外國人的 終於看到丁丁車了 丁丁車出來上班了 然後我們想說 來搭搭看 哇 它有轉彎 喔 沒有 哈哈哈哈 我們要來搭丁丁車了 我終於搭到了 二樓視野很讚耶 又一台過去了耶 又多台了 最後一碗 搭到丁丁車 還算幸運 還算幸運 那我現在後來就有一台 真的是有夠可愛 它就真的會叮叮叮叮叮叮叮欸 而且整台車就是扁扁的 然後高高的 好可愛喔 只是上面那個車 就是充滿了廣告 有點可惜 我們回到飯店了 剛剛搭到丁丁車 有夠開心 我來分享我今天買的東西 沒想到今天會買東西 嘿嘿 就是這一間 我買了一些 熏香的東西 我覺得很特別 我第一次看到 所以我就買了 而且我喜歡香香 就是我喜歡香氛類型的商品 就是這個 是不是長得很奇怪 然後它就是點火 或是用噴槍點它 然後它就會燒 然後就會冒煙 然後冒煙它就會 散發出味道 而且這樣子聞就有味道了 我買的這個 味道是 我忘記它叫什麼名字了 呵呵 好然後接著是 餡香 然後餡香啊 因為我也沒有看過 像這樣子的餡香 餡香一般都是一支 細細茶茶 就是很像那個 像白白的那種餡香 一般常看到是長的 長那個樣子的 然後我在這一家看到的是 長這樣子 這個有點像那個耶 Pokie 它的味道其實都取名字 取得很漂亮 然後我都記不住 然後還有一顆 玫瑰的 玫瑰的長得很好看 而且玫瑰的真的 超級玫瑰 超香 真的很像Pokie 這樣子 它的餡香就是長這樣子 點餡香一定要就是 插在一個 可能是盒子 或是那種盤子 然後有一個洞 可以插在上面 然後再燒嘛 那我今天看到一個 我一看到我就決定要買了 就是 水晶 它有粉紅色的 但我比較喜歡這個形狀 它比較大顆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顆 白色的 然後就可以插這個 餡香 我來試試看 就是把它 插在上面 嗚 然後就這樣子 放在桌上 這樣子 我覺得 很好玩耶 很有趣 我覺得很漂亮 第三天來香港買的 戰利品 每天都在吃吃喝喝 對 就是這樣子 早安 今天是香港的 第四天 也是我在香港的 最後一天 今天終於出太陽了 今天天氣非常好 今天天氣非常好 我們現在要先去吃早餐 我們要去吃 前幾天 本來要吃的 但沒有吃到的店 今天天氣好走 要開門了吧 然後現在要走去搭地鐵 我們要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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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排隊人潮 全部都在排澳洲牛奶公司的嗎 原來是名店 一開門就生意非常好 排隊排好長喔 但聽說飯做率很快 所以就 也來排隊一下 畢竟這裡是必吃的店 跟進去 沒有沒有 沒有燈奶油分 熱的跟冷的 吃吃一個超單鍋吃 還有沒有 下一只蒸好了 謝謝 哇,終於吃到球丹了 蛋白燉鮮奶 蛋白燉鮮奶 就是燉奶 我們點了兩種口味 然後它是有分熱的跟暖的 這個是杏汁燉雞蛋 黃色的 很甜 很好吃耶 很好吃喔 好甜 好甜 很像布团 很軟的燉蛋 很軟然後入口即化 然後甜甜的 好吃 好吃 這個好吃 接著吃熱的 很好吃欸 熱的也很好吃 牛奶味 這兩個完全是不一樣的東西欸 就是吃下去立刻就是化開 然後立刻吞下去 因為蠻水的 我還要點一杯奶茶跟 杏仁 杏仁 奶茶跟台灣喝到的奶茶完全不一樣 它是那個有電乳的味道 是我喜歡的某人 玉欣的奶茶 玉欣的杏仁 杏仁味超濃 但是好喝杏仁 不是那種化學杏仁 非常好吃 那個燉奶 有令人驚豔 我啦 因為我第一次吃到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讚 現在排隊排超長的 後面整個人都是 但它翻桌率很快 因為大家吃其實也蠻快的 對 然後 然後 香港這邊有一個特色就是 都會併桌 然後他們的桌子又很小 而且我覺得店員 態度是還OK 還會來跟你 偷偷入鏡 整體上我是覺得可以的 是否在這裏 裡面的那些地方 還有很多人 的海外 可是還好 今天就很像 有一個人 廣告 是